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案例吧 在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第一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函数复用 函数复用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假设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式 是我们的一个复利公式 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选取了两个 一个是鱼儿宝它的一个新群天津宝的一个零化 所以假设我们的一个本金是这一个 就请问我们分别存在5年10年20年之后 我们的一个本金利息是多少对吧 我们就直接把这一个公式变成我们的一个函数吧 就是数学中的一个公式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变成一个函数 在这里面我们直接定一下 定一下我们这个函数的一个名字的话 我们就给它一个S的话 最终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这一个的话S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P的话是它 这一个的话P代表的是一个本金的一个意思 RE的话是一个利率 N的话是一个年限 在这里面我们就给它处理一下吧 这个地方我们函数的一个名字 我们就给一个funk吧 给一个funk就好了 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一个内容给它复制过来一下 复制过来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会需要一个P对吧 P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本金 这一个P我们直接是本金 本金的话我们就直接等等于1万吧 这个地方我们这一个本金直接等于1万 这一个IE的话是一个利率 利率的话我们直接是百分之 这个地方我们是2.5610 对不对 2.5610 但是这一个百分号的话 在我们这一个百分号里面的话是用不了的 用不了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给它处理一下 这里面的话我们就直接用这个2.561 给它直接除以100好吧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2.561 然后利率 然后这一个内容 然后这一个N的话 我们暂时也写在外面好吧 N的话我们是等于一个5 假设我是他5年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变一下 这个P乘以我们1加上R1 R1是利率 这一个星的话是我们的一个N次方 这个地方我们是存了5年10年 我们直接给它一个星星好吧 给它一个星星去乘上我们这一个N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得出这一个S 最终的话我们把这个S给它返回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 比如说我print一下 直接调用一下这一个funk 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结果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得到 就是如果你把1万块钱存在这一个余额宝里面的话 那么5年之后它会变成11347块钱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这样去写会很麻烦 对吧 这一个是我们没有参数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有一个返回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 其实我第一问的话 我是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 本金利息这种公司多少对吧 那么我要把这一个5年10年20年之后都给它考虑进去 那么最好的话 这一个N我们是给它传递进去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给它接受一下这一个N的话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传递了 比如说我传递一个5 然后再传递一个10 然后再传递我们的一个15对不对 15然后再传递一个20 传递20我们再给它去运行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5年之后是11000多 10年之后是12000多 15年是14000多 20年之后的话它是16000多对吧 这一个20年多了6000多块钱 勉强还可以吧 这一个 比纯银行的话是稍微好一点的 但是20年的话20年只多了6000多块钱 我觉得要亏死了 你想一下20年前的20年前的1万块钱 与你现在的现在的1万1万6000多块钱 你对比一下 我觉得像20年以前的话 其实吃一碗粉的话才两三块钱 现在的话吃一碗粉可能要十几块钱 所以这一个把钱这存银行的话只会越来越不值钱 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也不去看那么多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是一个5年10年15年20年 这个的话我们就解决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一个疑惑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N对不对 这个N是什么 以及上面这一个N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这个N的话是我们函数的一个形参主义 这个的话就是函数 这个的话是函数的一个形参 这个N的话是我们函数接收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话被我们称之为形参 它是一个形式参数 这个的话N形参的话它是可以变的 比如说我们传入5的时候 它就是5传入10它是10传入20是20 最终我们返回的返回的是一个复利 复利的结果 复利的结果 这个的话是我们复利公式 那么我们就求出了这第一个的一个内容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的一个利率发生的改变 对吧变成了6% 那么我们存5年10年15年20年之后 分别它的一个本金与利息合适多少是吧 那么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利率 我们也要变 那么利率前面我也是写实的 现在我是不是也要给它传递进去 那么我可以接收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直接接收一下这一个R1 接收一下R1的话 我们就要去传递进去了这个地方我们传递进去应该是这一个R2 2.56这一个内容我们给他除以100我们直接给他复制一下再复制一下再复制一下 再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那么这一个的话是我们第一部分的没有变之前的一个没有利率没有变之前的一个结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利率我们直接来print一下这一个方可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要把它变成啊6%的对不对 6%我们再给他复制四份啊5年的话 这是我们的一个10年 然后是15年 然后再是一个20年20年的话这个利率的话我们是6%的一个利率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6%的一个利率的话 他就啊5年后他是13000啊当20年之后他变成一个32000对吧 变成32000的话大概翻了三倍20年翻三倍啊也跑不赢通胀 通胀的话20年前的话啊2块钱吃一碗粉一块多2块钱吃一碗粉 现在要90块钱吃一碗粉其实也赶不上啊 所以即使你是6%的一个利率穿银行的话 其实也是赶不赢这一个通胀的啊 啊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是这一个 第三个的话就我们的一个本金发生了改变 利率不变 他分别存5年10年20年之后他的一个本金利息和是多少啊 也就是我们再变了一下 这一个利率的话我们又变了一下 把年限又变了 你以前我们原本是5年对吧啊 现在的话我们我们这一个的话就是本金本金的话 原本是1万 现在的话我们变成了啊 变成了2万 那么这一个本金的话我们最好也给他传递进去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要再来加一个参数了 这一个本金我们是一个1万啊 1万我们全部给他加一下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本金是2万的话 他的一个本金利息和是多少 我们来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 这个的话我们来啊运行一下 这个的话我们给他换一下 这个本金的话是2万 本金是一个2万 我们运行一下 这个的话我们最终产生一下这一个结果啊 本金的话 这个啊 他翻倍的话应该是没有变的 因为本金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利率 利率的话才会影响我们后面的一个结果 对吧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他的一个利率是20%会是什么情况 这个地方我们给一个20啊 如果是20%的话 这一个付利的话会变得非常恐怖啊 20年 1万块钱 20年 然后每一年20%的一个利率的话 那么这个钱的话 他会变成啊 38万啊 变成38万的一个利率 这一个的话这一个利率实在是太高了 P2P的话应该也没有20%的一个利率啊 啊像毕鲁那种国家他们的一个钱的话就直接直接印钞的话就印钞速度特别的猛 那么你的钱贬值的会更加的快吧啊 这是关于这一个吧 这个案例我们就讲解到这个地方这个案例的话主要是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函数就 函数他封装之后的一个效果封装封装之后的话他传递我们这一个参数啊 传递这一个参数的话可以根据不同的参数他可以返回不同的一个结果 然后你也可以用他去啊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吧 这是我们这一个